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瞩目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防空反导系统所面临的威胁也日趋复杂 过去的十年间,四代战机在隐身能力、灵活响应、飞行速度和感知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破坏力和远程精准打击能力也稳步提升,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增长势头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台湾不惜吃巨资加强防御能力 因为在这个信息化战争时代,只有拥有先进、强大的武器系统才能确保台湾安全无余 未来的战争途径已经逐渐清晰 无人机以其高性价比、数量优势和灵活运用的特点在实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同时,高超音速武器也展露头角 其独特的速度,射程和机动性为战场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战术思想的不断创新,如分布式杀伤力、有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作战等 使得作战平台和5G系统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构建了一个高效灵活的攻击体系 台湾在无人机技术方面亦不甘落后 虽然存在自主研发与引进的差别 但这一领域的进步已经显著 特别是台湾NPU-94神无人机计划的成功 为其无人机能力的提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到进攻作战将变得更加复杂 全方位、多元化的攻击将成为常态 美国军方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指出 面对多样化的威胁、防空反导的任务 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战机和弹道导弹 而是扩展到了包括有人无人飞行器、许航导弹、高超音速武器 乃至火箭弹和火炮在内的广泛目标 这意味着未来的防空反导任务将跨越空中、太空、网络、电子战等多个战场 展现出跨越作战的独特优势 在这场国际战略博弈中 虽然战争本身并无幽默可言 但我们也能够从中见证人类智慧与创新精神的碰撞 无论是在真实的战争中 还是在应对未知未来的准备中 我们始终坚信 进步是我们的底线 在当今信息化战争时代 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已经达成共识 防空反导部队需要在空中、太空、网络等多维领域中 执行统一防御、反导护卫任务 甚至包括网络空间的较量 这要求我们的部队在进攻与防御 动能与非动能武器系统之间实现高效整合 以达到一体化的最高效能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安全威胁 我们认识到传统的拦截手段已不足以应对 只有融合各种防御手段和能力 整合所有作战资源才能构建一个全面 一体化的防空反导系统 确保我们的防御能力始终领先一步 在深入探讨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台湾的防空体系 与乌克兰相比 台湾的防空配置堪称豪华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主要基于苏联时期的重型武器 自苏联解体后 其防空能力的进一步完善 似乎陷入了停滞 它们目前依赖的三层防空体系 包括长距离的S-30飞弹 覆盖范围可达100公里 中距离的山毛举防空导弹系统 射程约30公里 以及短距离的黄峰防空导弹系统 射程几十几公里 而台湾则拥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导弹防御系统 引进的美国爱国者导弹 自主研发的天空防空导弹 以及陆舰2系列导弹 与乌克兰的防空体系相比 台湾的防空配置显得相当优越 那么为何说台湾的防空系统 属于奢华级别呢 以爱国者导弹为例 它是目前市场上最顶尖的防空武器之一 其性能之优异 连美国本土自用的陆基中段防御导弹 都不对外出售 足见其信息保密程度之高 此外 还有一款名为萨德的导弹 同样具备远距离探测能力和非凡的性能 但美国仅向少数国家出售过这种导弹 台湾防空体系的豪华程度可见一般 拥有爱国者 爱国者三以及即将加入的爱国者三增型导弹 展现出了与乌克兰相比极为强悍的防空实力 尤其是考虑到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乌克兰长期请求美国支援爱国者导弹系列 但美国至今只提供了射程较短性能较为一般的防空武器 这一对比更加凸显了台湾在维护空域安全方面的防空王牌之豪华 这一分析表明 一个地区的防空能力较量不仅是军事实力的比拼 更是战略部署能力的全面体现 通过审视台湾的防空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是小规模的军力 也能通过谋略和技术的深度融合 构建起一个强劲 现代化的防御网 研究这样的系统 有助于我们理解 在防空和反导竞赛中 技术创新与战略投资的重要性 以及保持领导地位的关键作用 接下来 让我们深入探究一下台湾的防空明星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特别是其最新变种爱国者三型导弹 这款导弹代表了当今世界先进的防空技术 全球极有少数地区如美国 日本和台湾装备了这一系统 在这方面 即使是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们 也尚未开始使用爱国者三增型导弹 台湾政府在2021年3月 做出了重大军事采购决策 购买这一型号的爱国者导弹 并计划于2025年至2026年期间 完成交付和部署工作 乌克兰所依赖的S-300P防空系统 虽然曾在历史上展现过其实力 但如今 其技术已逐渐显得陈旧 这一系统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设计 尽管其导弹能够达到75至100公里的射程 然而反应时间较长 且最初的设计目的并非专注于拦截弹道导弹 而是以拦截空中目标为主要任务 相比之下 台湾所装备的爱国者三型导弹 在性能上明显领先于乌克兰的S-300P系统 再来看台湾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系列 如天空二型和天空三型 自1997年起便开始批量生产 其中天空二型导弹配备了领先科技 射程远达200公里 速度最高可达到惊人的45马赫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末端采用了主动雷达制导系统 这使得其在综合性能上 已经大幅超越了乌克兰现役的防空系统 台湾的军事科研机构并没有止步于此 早在1992年 台湾便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引进了爱国者二型反导系统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 用于进一步强化和改进天空二型导弹的性能 不久后 台湾的科技研究院便依托这些先进技术 成功研发出了天空三型导弹 这款专为反弹道导弹设计的武器系统 其性能足以与美国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相媲美 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超越天空三型导弹 以其突破性的7马赫速度和200公里的射程 再加上能够攀升至45公里的高度 使得其在当代防空导弹中处于顶尖水平 这种出色的性能不仅超过了爱国者导弹 甚至超越了美国的萨德飞弹系列 目前天空三型导弹的高能版本正在研发阶段 预计射程将达到70公里 综上所述 从台湾的防空发展及未来规划来看 可以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 台湾已经在防空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依赖于先进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等武器装备 台湾的防空网络在面对各种威胁时 无疑将更加坚步可摧 展现出强大且多样化的防御力量 在当前的世界防空体系背景下 台湾通过持续的军事创新 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战略安全能力 更在国际军事技术的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在军事科技领域的自主研发成果 天空三型导弹 其性能和定位并不仅仅是 与美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抗衡 而是更接近美国的萨德系统 专注于拦截弹道导弹的中段及高空阶段 天空三星装备了尖端技术研制的 相控陈雷达系统 该系统在探测精准度和战术灵活性方面 都表现出卓越的能力 每个天空三系统都能够同步追踪 多达155个目标 并从中选择24个实施拦截处理 这一雷达系统的能力 远远优于乌克兰目前所依赖的 S300P防空导弹系统 或者的被动向空阵雷达探测距离 仅限于200公里之内 因此可以设想 如果乌克兰能够拥有 类似台湾的天空导弹系统 其在保卫领土安全方面的能力 必将得到大幅提升 在探讨台湾防空系统的构成时 我们不得不提及 陆加2防空导弹 这一末端防御的主力 作为天界2防空导弹的陆基版本 陆加2以其建于 30至45公里的最大射程 在15公里范围内 展现出了卓越的 空中威胁拦截能力 2017年 陆加2在台北航空展上 首次亮相 向世界展示了 台湾在防空技术领域的进步 除了陆加2这样的先进导弹系统 台湾陆军还配备了多种 为进程防御而设计的老式导弹系统 如复仇者和英式防空导弹等 这些导弹系统 虽然在设计上可能稍显陈旧 但在台湾的防御战略中 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安全面临战争威胁时 如同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形势 防空导弹系统的响应速度 和拦截效能显得尤为关键 在一波接一波的战略轰炸中 虽然战斗机也能出动拦截 但过多的战斗机出动 可能会分散国土防空部队的攻防重心 历史上 德国空军在二战期间 就因频繁应对英美轰炸机的空袭 不得不将宝贵的战斗机资源 投入至截击机的生产 导致前线作战单位 可用的战斗机数量减少 进而影响了整体战略部署 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防空导弹系统 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防空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以及一个地区在提升防御能力时 所面临的挑战 在这方面 台湾展现出了卓越的工业和科技能力 构建了一个复杂 多元化且相互支持的防空体系 这一体系不仅提高了 拦截的灵活性和准确性 也为21世纪的防御战略 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深入分析战争状态下 防空作战的复杂性时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一旦交战 双方很可能会陷入一场 资源消耗巨大的全方位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 选择一种战术上 更为高效的防空导弹系统作为主力 同时可以和适当数量的战斗机 进行联合作战 成为了确保安全的关键 这种做法 旨在最小化成本的同时 最大化地发挥防空作战的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目前应有的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 虽然在其战略分布中 可能并不显眼 但正是乌克兰当前 急切需要的一环 乌克兰正积极向美国寻求 包括爱国者和复仇者 在内的反导支援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防空压力 复仇者系统的设计理念 在于运用机动性强的车辆 作为导弹发射平台 这种近距离防空解决方案 正是乌克兰当前所急需的 技术进步的步伐 使得乌克兰主力装备的防空导弹 与台湾现有的系统之间 形成了明显的代差 与台湾现行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相比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已经落后了至少一到二代 这种技术差距 在多个方面均有所体现 而台湾自主研发的 天宫二和天宫三型导弹 在性能上 更是遥遥领 先于乌克兰的山毛菊和S-300系统 此外 陆舰二导弹系统 也明显超越了乌克兰 在20世纪70年代 开发的黄蜂防空导弹 展现出了台湾在防空技术领域的 显著优势 纵观台湾在现代防空 及反导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 我们不难发现 台湾相较于乌克兰 具有显著的优势 首先 从防空导弹装备的质量来看 台湾现行的防空系统 远超过乌克兰的任何一款导弹装备 以美国目前正考虑提供给乌克兰的 英式防空导弹为例 这种导弹在台湾 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乌克兰却需要依赖这些 已被淘汰的设备 这凸显了两地在防空军备方面的 巨大差距 其次 产品自主性是区分台湾与乌克兰的 另一关键因素 台湾的天空二 天空三级 以及陆舰二等产品 均为本土研发的成果 尽管某些关键部件 可能需要进口 但总体上 其自主开发的程度非常高 这种高度的自主性 使得台湾在战时 能够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 保持战略的独立性 与此相反 乌克兰在当前的军事冲突中 几乎完全依赖于 外部提供的军事援助和装备 再者 台湾在防空和反导能力方面的展示 不仅体现在 其先进的防空系统 和卓越的性能上 更在于其对军事自主研发能力的 长期投入和坚定承诺 这种不断追求技术创新 和自己自足的战略 使台湾在全球防空能力的发展中 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即使面对技术和资源的巨大差距 台湾也通过智慧和努力 实现了自我强化 为全球防空能力的发展 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在对抗弹道导弹 威胁方面拥有显著的优势 其高端防空导弹系统 如爱国者及天宫三系列 特别设计用于拦截高速飞行目标 包括超音速和高超音速飞行器 以及弹道导弹等 这些系统的拦截能力 确保了台湾在此领域内的技术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 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装备 大多诞生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 主要针对航空目标 对于现代高速飞行目标的 拦截能力有限 此外 台湾还拥有先进的预警雷达技术 与乌克兰所依赖的雷达系统相比 台湾的预警雷达探测范围 能够覆盖达3000至5000公里 天宫系统配备的长山与长代雷达 也提供了超过400公里的广阔探测范围 而乌克兰的雷达探测能力 主要依赖于搜索雷达 探测范围仅限于200公里 这种在预警雷达技术上的巨大差距 进一步彰显了台湾在防空战力上的优势 为了进一步完善防空反导指挥控制系统 台湾政府正致力于实现拦截方案的迅速制定 拦截火力的对优化备制 作战任务的灵活调整 以及对拦截目标的高效分配 这一战略举措 旨在提升整个防空反导系统的响应速度和作战效能 与此同时 全球范围内也在积极推进智能化指挥控制系统的研发 以减少人工介入 实现快速决策和5G系统自动化控制 这些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 防空反导作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为台湾的防御安全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